谁知道你来关心 世大运中华健儿的亮眼表现 尤其是在华轮溜冰的赛场上 今年的华轮溜冰 是首度列入世大运的运动竞赛种类当中 而女子组的杨和珍和李孟竹 今天在夺金银牌 合计两个人已经联手进仗了三金 三银表现非常优秀 也让台湾目前的总奖牌数 来到了七金十一银三桶 只落后南韩占居总奖牌榜的第二名 而现在晚间的最新消息 是大运的棒球项目 中华队晚间对上先前意外 赢了南韩的捷克队 不过中华队总算是拿出了应有的水准 是以11比0提前在第七局结束比赛 痛载捷克 明天要出战南韩 攸关的是晋级四场赛的资格 两个的实力其实目前看起来差不多 就希望中华队能够掌握主场优势 说到了台湾目前的七面金牌 其中有一面 是由今年才24岁的举重好手郭信淳拿下 昨天他在58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 停举的第一举133公斤 其实当时就已经确定可以夺金 第二举136公斤 是改写他保持的大会记录 而第三举的142公斤 更是创下新世界记录 今天下午 郭信淳在记者会上 除了感谢在训练过程当中 各界的帮助以及支持 回想起自己2014年受伤复健 以及里约奥运痛失金牌 两度哽咽落泪 在昨天的那场比赛 我相信那个142公斤是 我相信那是全台湾人民一起帮我举起来的 更严到说不出话 世大运举重金牌得主郭信淳 提到夺金感想 谦卑将荣誉归给国人 这一举霸气夺金 更刷新世界记录 从教育部长潘文忠手上 荣耀接下总统蔡英文颁发的 奖励金100万 成为台湾之光 这回不仅拥有主场优势摘金 更狭带去年里约奥运夺同的不甘心 一次爆发展现惊人气势 其实大家国人也期待 我能够在里约奥运拿下金牌 然后对到最后 但是还是自己个人的问题 然后出现了一些失常 最后只拿了铜牌 教练同样红了眼眶 其实今年24岁 拥有阿美族协同的郭兴纯 从小在台东出身长大 家境并不富裕 高中就是举重队 毕业后进入辅人大学 2010年开始正式比赛 共累积七面金牌 两面银牌 两面铜牌 天天练习七小时 郭兴纯也透露 平时的抒压方式靠的是弹钢琴 当我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去弹钢琴 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记得 我第一首自己弹起来的钢琴 就是 铁达尼号的主题曲爱无止境 从小家境不好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受到非常非常多人的帮助 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笔钱 然后来去帮助到基层的小朋友 然后培育更多优秀的选手 然后让他们可以为国争光 虽然从小家境并不富裕 但郭兴纯却充满爱心 去年捐赠180万元比赛奖金给台东圣母医院 如今得了奖也大方分享 坦言接下来目标朝向2020东京奥运 要再次成为台东之光台湾之光 记者齐瑞珍县龙镇台币报道